那是否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得到一些利益 比如工作生意钱财生活舒适等 如何界定哪些是行善积德 哪些是动人因果而损失的福报呢 是否这个问题 动人因果损失福报 那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已经走偏了 比方说损失福报 就是你没有按照正确的修行学佛方向再走 动人因果也就是说 你过度的去参与了别人的事物之后 你从中获利 那你就是动人因果了